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麒麟 马上带你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Apple Pay上线以来两天榜定41万张卡 陈鸿海出价超过2兆日元 东芝应声大涨4% 72万人去年赴海外工作 政府鼓励回流 盐华洗手鹰盐Costate驱动智能物联网走降 来关心台股 清明廉价刚刚结束 美股期间表现平平 台股今天多头气势如红 电子全职股红海 去年第四季财报亮眼 今天股价大涨超过7% 呈盘面多头主力 圈指望台积电也上涨超过1% 指数开盘后一路上上走强 收复9900点于五月线 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 今天中午占收30.412元 便7.6分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2016年度日本宣告破产的上市企业数量为零 是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所见 有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日元贬值带动出口企业的业绩好转 美国李亲蒙联邦准备银行总裁莱克四号此局 他坦诚在2012年 和分析师不当讨论联邦准备理事会的精密咨询 三星发表Galaxy S8提供指纹辨识 脸部辨识 红目辨识 密码等解锁方式 却被外媒报道 脸部辨识可以使用照片骗过系统 对此三星发言人说 脸部辨识功能并不是主打安全 像是Samsung Pay就得靠指纹或红膜辨识才能启动 路透报道 由于中韩外交紧张引发的反韩情绪 和来自中国车厂的竞争 南韩现代汽车和7R汽车 已经大幅小减在中国的汽车生产 今年三月份销量腰斩 营收也大降 新唐人亚太地势 整理报道 景气看望 三月PMI指数 65.2创新高 更多讯息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业界第一领导品牌 善藤太阳能源热泵热水器 不用瓦斯燃烧 只要从空气中吸取热能 加上少量电力 就能把水加热 用一度电创造四度电的效能 省电节能高达75% 加热同时还能除湿 冷气 滤镜 以及多用 省钱又环保 善用能源 恒爱地球 善藤热泵热水器 是您最好的选择 人真打拼 安期六月幸福北港 欢迎大家这会来报告 Abertronics Incorporat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over 30 years for integrating wiring harness OEM and module design services across the board autoelectronics electrical and machinery IT and optoelectronics healthcare lighting robotic wiring harness and green energy Abertronics is capable of optimization that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the best solutions products and services 中金院长吴忠叔认为 这代表台湾经济持续复苏中 而目前 制造业厂商比非制造业厂商 来得乐观 三月份台湾采购金人指数 双双呈现明显上升的走势 其中制造业采购金人指数 由上个月的55.8% 上升9.4个百分点 来到65.2个百分点 中金院五日公布 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 其中PMI指数续扬 来到65.2% 是2012年7月指数创兵以来的最高点 中金院转五中数分析 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的大幅上升 都是让PMI扩张速度加快的主因之一 其中电子光学 交通工具和电力机械设备产业的表现最好 那二月份工作天数比较少 那三月份工作天数恢复以后 当然比上个月来讲就上升很多 另外在跟厂商的问卷来看的话 的确部分产业在产业的复苏力道上 是有加温的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只维持了一个月的紧缩 三月攀升6.6个百分点 来到55.1% 五中数说 非制造业产业经过时间调整 未来有些产业将不如忘记 表现会越来越好 非制造业的动能 可以看得到是稍微比制造业还要反一点 那我们知道说 当制造业持续的恢复的时候 非制造业也会慢慢受到影响 而全体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 未来六个月的景气状况指数 也都持续上扬 分别来到69%与58.3% 都来到指数创编以来的次高点 但五中数提醒 尽管指数创新高 但不代表景气比过往都来得好 后续情况仍要持续观察 现场的亚太电视林家伟 红林峰 台湾台北报道 对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伯社 欧盟区最大移民输出国波兰 可能是英国脱欧的最大数家 金融时报 超过百万工作机会 带来正业数小步骚 欧元区失业率 跌至巴米奇低 华尔街月报 特斯拉第一季全球销售 基因增百分之六十九 达两万五千辆 预估上半年可达五万辆 日本经济新闻 LiveNet生命保险公司的AI小过问 在Live上做保险卷断 报价资讯比之前提升1.5倍 台阻代罗斯先驱 集团是领导布局全球 更详细的讯息收集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Klatchy Life Unlocked 果汁好甜喔 蛋糕好好吃 我们来拆礼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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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儿童节是我们小朋友的日子 小乾坤 天上也有儿童节吗 有啊 每天都是喔 哇 好幸福 小乾坤带我去 没问题 冲天威廉 我也要 我也要 因为你们拥有纯真和善良 所以可以跟着小乾坤到天上 过儿童节喔 耶 小乾坤祝福全世界的小朋友 儿童节快乐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台湾祖代罗斯的先驱业者 34年来 透过集团的方式 从生产扣建产品 到研发相关设备机台 并获得日本JIS工厂认证 不仅获得日本东京奥运合作机会 更布局全球市场 我们今天的产业直观 大小机台 布顶运作 全都是自动化生产 这里是全台生产主带螺丝的 新区工厂 月产量达1000吨 我们的董事长 他在早期刚成立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说过 他我们就是不要做一些 大家都爱做的东西 就要尽量要去跳脱这个范围 以免说陷入一个像是 鸿海在做一个价格竞争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从最早 为什么我们是 以连接螺丝开始 不是以一般那种 普通的小螺丝 开始来起家 就这样来的 将螺丝与胶卷结合 有如机关枪的子弹造型 一整卷放在螺丝枪内 方便施工 螺丝还分为 带状 胶牌 核插入室 满足需求 反照施工者 在实际使用的环境下面 来做这个试验 来确保我们出的产品 是平时三十年的问题 有达到客户的要求 厂长黄冠仁 是集团的第二代 也是螺丝工厂的负责人 螺丝工厂的成立 要回溯到三十四年前 一九八二年 父亲黄市长创立集团 以贸易起家 客户来自世界各地 为了让公司永续发展 并拥有生产据点 一九九五年 整理专门生产扣建产品工厂 后来更着手设计相关机台设备 成立第三家机械开发的科技公司 我们的工厂其实一向都秉持说 希望是能够提供给客户一个 很好的品质的产品 所以我们就认为有这个必须性 去申请这个日本的工厂认证 来使我们工厂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境界去 花费三年多的时间 2010年 螺丝工厂取得日本JIS工厂认证 带动日本市场销量 2015年足代螺丝 月产的约80货汇 主要销售日本 纽西兰和澳洲 欧洲及北美等地区 集团的研发创意成果 不仅于此 结合碳钢硬度 铜锈钢防锈性 研发多款复合螺丝 另外打造出长达320厘米的大梁螺丝 获得与日本2020年东京奥运的合作机会 针对日本市场开发了大梁螺丝 这种大梁螺丝主要是使用在 大型建筑物的木梁设施上 包括我们目前的东京 它在2020年的奥运 也已经有经济厂 他们是使用我们这支螺丝 坚信研发团队的重要 创办人黄市长在成立集团时 也开设研发部门和品管市 在生产的过程中 也有各种检测设备 测定产品良率 而创办人的精神标语 就标示在工厂入口数 实时提醒员工 屏着良心跟诚信 来经营一个社会企业 这样才能够让社会 能够有永续经营的发展 目前集团工厂占地 7500平方公尺 150位工作人员 100台机台 月产量上千吨 加上研发多款专业生产设备机台 台湾主带罗斯县制业者 将库电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等您看到明天 4月6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美国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理事会 公布会议记录 央行公布外汇存递 自行车产业业绩发表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麒麟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